同一众大家晚安 这里是新闻大解读 胡中信观点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胡中信 联系两天我要请到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东杰校授 他非常除了研究教学制 也是全力投入住宿 而且写得非常好 都宏观的 我非常佩服 他也许因为他是受了政治史外交史政策的训练 所以他有别于一般的学院派的历史学者 学院派历史学者是这样子 摆个小题目 小题大做 比如说我知道我在美国认识一个同学 他的博士认为 那美国人叫做埃及艳后的鼻子 就这样 叫做Kerpetrasnose 他决定说如果他的鼻子高一点或扁一点 或狠一点就不漂亮 所以凯撒安东尼就不会爱上他 当然这是一个有点是学术界的冷笑话 什么意思呢 怎么博士认为叫做埃及艳后的鼻子的 却有几次 就是表示如果你做个历史学者 会要专精研究到研究埃及艳后的鼻子 影响国运 也有道理 但是我们今天不谈那个埃及艳后 慈禧太后的鼻子 这是一个历史学的一个冷笑话 一般你们也不会觉得好笑 但是历史学都好像怎么不是的文学 埃及艳后的鼻子呢 就是不要专精到一个钻牛脚尖 所以现在历史学一个反动 我开始mega history的micro history micro就是总体经济那个 macro 有道理 跳脱出来宏观历史 就是就好像你假设你坐着那个无人飞机 这样一直看一下去 那就是宏观历史 那蔡东杰教授非常佩服他 因为是政治学者 所以跳脱了传统历史家的所谓的 埃及艳后鼻子式的研究 因为你写了论文以后放在抽屉 然后最多五个人看 那个五个人可能是在写博士论证识 来换一换而已 换一下 引用一下而已 这种历史家 我坦白讲不作业吧 所以为什么 东杰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做历史家 因为我觉得如果写个论文只有五个人看 那倒不过我在电视上讲 至少几百万人看 而且现在还很多中国网民翻墙来看 我觉得我变成亨利鲁斯民主传教士了 今天我们做第二讲 因为他有中国三部曲 那第二讲他还在转述中 他说等明年才会出版 所以我们直接从第一讲跳到第三讲 就是中国三部曲的 冷战霸权秩序与良外交 其实就是研究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我记得大约在五六十年前 那时候的John King Fairbank 惠真卿教授编一本书 叫做中国的世界秩序 Chinese World Order 结论就是那是一个朝共体制 朝共外交 琉球台湾的朝鲜 越南缅甸 仙罗 或是南洋诸国来朝共 Tributory System 叫朝共外交 那中国虽然还是保持一个朝共外交 但是他已经没办法 希望别人对他朝共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李登辉 建立新中文就拒绝朝共外交 我是举着例子 所以当中国从传统的朝共外交 进入世界秩序加入世贸组织 其实这是个两难 你到底要维持天朝世界观 还是成为世界秩序 国际社会的成员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第二讲 昨天谈中华帝国 今天谈冷战 霸权秩序与两岸外交 等一下 回来请教 蔡东杰老师 新闻会客室 关键人物面对面 欢迎大家回到新闻大解读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胡忠信 今天新闻会客室的单元 我们第二天连续两奖 邀请到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蔡东杰教授 他住宿等深 而且非常深刻 很有宏观 我非常非常佩服 这是他跳脱的传统历史学训念 如果我是历史家 我不会写这种书 我就写埃及艳后的鼻子 好 东杰老师谢谢 是是 胡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同意吗 你不写埃及艳后的鼻子 你写宏观 我没有办法写那么小的题目 以前我的同学跟我室友 他每天他研究室就弄个浴缸 里面 不知道笔木鱼还什么鱼 他论文就是笔木鱼的性生活 更小的 我立马帮帮忙 所以 博士论文怎么美国研究论文 研究到 埃及艳后的鼻子 比木鱼的性生活 你会觉得好笑吗 对 现在科学都是 因为科学是要养专 现在的科学 现代科学养专家 其实博士叫专士 对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以前 文艺复兴 科学革命当时的科学 是强调通事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 其实是强调 就是分门别类 对啊 我觉得这很奇怪 我说我的室友就是每天看着 浴缸里面的笔木鱼在性生活 他是动物系的 他是动物系的 你这个博士论文太小了吧 不管是埃及艳后鼻子 或者是笔木鱼性生活 上次我在国家地域频道看到 他们加拿大画了好几亿 研究金鱼怎么对话 这个有意思 对 他们是声文 用声文 他是录了很久很久 然后有录下来 然后研究他们对话之间 其实很单调 可是归纳出几种对话的模式出来 我很好奇 是什么 我爱你啦 你有吃饭吗 你吃饭吗 我也不记得 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对话 大象 大象的声波 英文叫皮鱼西蒙 非常低你听不到 你知道因为它低音嘛 皮鱼西蒙是很低音 脊弱音嘛 你知道它能传几公里吗 20公里 20公里 我看国家地域频道 是 所以那种脊弱音 我们在产生用画 用画吗 差不多100公里就可以画 大象20公里 皮鱼西蒙是某个人 是 哇 鲸鱼的传画跟大象都是学问 是是是是 其实其实相对起来 人类的有时候 就人类在动物界当中 我们的能力其实除了大脑 其他地方都很弱 都很弱 我们其他的能力啊 对 办公室 办公室爱情 只要死个眼色 都不讲话 人家看出来 对不对 马上传开啊 对对对 这种传播能力很强 你不讲话 男女互动 人家都看在眼里 怎么下班的时候 同时他差一分钟 一直出去 人家看在眼里了 这是靠大脑来用的 靠脑思考 思考 我觉得人类的精致 我当然有开玩笑 在办公室爱情 根本几乎没办法掩饰 你同意吗 是啊 我会注意到 这一队怎么 为什么差一分钟失去 因为办公室 大多数度不太大 所以在那么小的空间 对应该是人类能力 可以handle的范围 或者是某个团队里面 有个女的声音 比她的老板大声 这只是有问题 是啊 声音也可以讲话 那这是开玩笑 回到我们的主题 冷战霸前秩序与良外交 这是你的中国三部曲的 第三部曲 第一部曲传统中国 地制中国 第三部曲中国放在世界秩序 那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你的第二部曲 真的算是中国演艺病吗 对 简单介绍就好 应该就是说 对中国来说的话 他的视野永远 因为2000年来 没有放大到东亚以外的地方 也从来没有思考过 有一个世界比东亚世界大 很多倍很多倍 就因为整个全世界 所以欧洲 欧洲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然后带来一个 非常巨大的一个新世界的话 所以这是中国的帝国 看不到的东西 就他们被自己的传统 历史障蔽住 其实 这是历史交易结果 比如说 我常问说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 直到有一次李宏奇教授 在我店上 他说宋代 当然有些明代 宋代到明代 阿拉伯人过来 然后呢 他把南海跟印度洋 放在以广州香港为界 真的是西洋 结果我们没有这样交易 我们都以为南洋 南洋是日本观念 就是西洋有道理 正合下西洋 正合到南海 到马六甲海峡 到印度洋 甚至到非洲的东岸 也是西洋 所以我们的世界观 都被误导了 其实我的二部曲 就从正合开始写 太好 为什么用正合切入 你是第二部还是第三部 第二部 我刚刚说提到 演艺病 看起来 中国好像没有看到外部的世界 可是正合是一个 第一位 看起来比较特殊的历史 他几乎成哥伦布 麦特尔 可能我的解读不太一样 因为他跟我们他跟哥罗哥 麦特尔是本质上就完全的不同 本质上完全的不同 宣达帝国威夷 宣找那个流亡的太子 西方的探险是经济目的的 而且他是真正的探险 探险是无中生有的 可是正合的外数 第一个是政治动机的 第二个是 宣找那个流亡的太子 而且第二个就正合完全的不冒险 因为你很难想象带两万个人去冒险 他有带了枪炮吗 对对 当代枪炮 要自卫 是啊 不是自卫而已 他是让他到了东南亚去经常参加战争 只是说两万多人几百艘船 基本上他们是在有计划之下出去 这个后勤补给就不得了 都不得了 所以他们从中国大陆出发 不管他们到 甚至到非洲为止 都是拿着地图往前走的 他们 那时有罗牌 有罗牌吗 没有啊 有罗牌 已经有了 那时已经有罗牌 而且因为当时 印度洋的那个海图 基本上是从阿拉伯人那边拿到的 所以他也找 像外籍人士导航 都导航 一定有的嘛 对对对对 所以正合的行情是一点冒险程度都没有的 完全没有冒险程度的 他是完全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完成我的任务 他就导阿拉伯人或印度人来做导航人员 欧洲人出门是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 歌人部就是啊 是啊是啊 所以歌人部那三艘船后来船也要造反啊 对从葡萄牙到西班牙 他们出海的话 他们是茫茫位置大海 而且以为到世界里面船会掉 好像瀑布掉下去嘛 所以这两种航行的那个本质性质 完全的差别不太一样 我觉得你用正合跟歌人部 或是麦子人做比较是很好的 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代杂志把正合做封面的 人类影响世界一百大的封面人物之一 你知道他什么下注解吗 是 这证明你不闹悔闻也可以扬名世界 有道理 我这个注解很特别 很美式幽默 很美式幽默 你用正 我觉得你正合切入 那正合的下西洋 说明了中国传统帝国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把它谈完来谈 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三部曲 所以我就说 很多人把正合当作是中国走出去的象征 可是其实我完全不同意 它是天朝的音声 它只是一种巩固边界的概念 边界 到了非洲东岸还叫边界 我是觉得非洲东岸那个地方 后 应该说正合下向是分前段跟后段 前段应该是配合明朝政府的政策 就是巩固你的体系边界 海防 可是后段就有点降在外居民 有所不错 因为整个情况都 因为正合申收明成组的信任 所以他把这个信任转化成 我觉得他有一点工气失用了 他要做什么 他就去朝圣了 他是回教徒 他是穆斯林 他去了卖家了 真的吗 他去了卖家了 中国史怎么没写呢 不是 因为正合下西洋 我觉得你这个创建 他真的去了卖家 所以只说大多数的历史 后来因为正合下西洋结束 最后一次是在明宣中 明宣中因为刚开始他也不能拒绝 因为这是他主妇的政策 所以他也不能拒绝 可是最后一次结束 反正正合也死掉 所以最后一次是以正合死掉 正好明朝也收藏 这个代表明朝政府没有想下西洋的概念 所以他最后是被 正合到了卖家 他们绕那个大黑石绕一圈 一定有 其实很多人都在做海外正合考古 因为这东西在中国历史 这在阿拉伯的史料是不是一定有 应该有 但中国历史故意不略 完全没有 因为正合在明宣中的时代之后 就正合最后是航行结束 他们就把所有的档案都销毁了 我第一次听到说 正合有到卖家朝圣 原来如此 我觉得有道理 因为很多人在中东 一生一定要去朝圣一次 因为他是穆斯林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他走那么远 其实他的使命绝对不要求他走那么远 为什么他一定要跑到非洲去 因为他跑那么远 一定要有个正当性 所以后来 有一幅图应该每个人 很多人都看过了 就是叫麒麟图 他从非洲带了长颈鹿回来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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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麒麟图 叫麒麟图 他把翻译成麒麟 所以后来台语 叫麒麟图 对不对 长颈鹿是麒麟图 这样子哦 这个我不知道 台语叫麒麟图 麒麟图 不是 不是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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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台语叫麒麟图 哇 那表示这个台语就是明代人使用的嘛 对对对对 最成功时代就使用的哦 就是说他们把那个 哦 当时是把这个长颈鹿当麒麟 那跟那那那日本 日本那个啤酒 麒麟有没有关系啊 可能没有关系 那他画了 麒麟也是麒麟啊 可是他那那个商标上的图 还是一个传统那个 传统的想象图 因为以前的麒麟是 都是画想象图 没有人看过食物啦 所以长颈鹿是第一次 我只是想象 被认为是食物 那如果历史老师会提论说 你帮我研究一下 麒麟 啤酒跟长颈鹿 有没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可能有关 我一定有关系 别叫麒麟嘛 长麒麟嘛 这个这一点 OK OK 因为历史学者 只要找出那个原点 是 不然就不能成历史教授了 但是幸好你不是历史系 虽写宏观 对对对 稍微这个非主流一下 我刚才破题提到 那个慧正卿教授 曾经编一本书 叫做中国的世界秩序 Chain's World Order 就我自己有读啦 我说 他那是讲那个朝供 Tributory System 朝供体系 我后来读完才知道说 报告慧正卿老师 因为我老师他学生 刘广京 KC刘四 KC刘四 他最得意的地址 慧正卿回忆录只提一个学生 就是KC刘广京 他就是我老师 所以我可以叫慧正卿叫泰老师 泰老师 我读了你那本所谓的中国世界秩序 我觉得你不是讲中国 我觉得你在讲美国 这根本是美国世界秩序 你同意吗 是呀是呀 根本越战 那时候越战 大概1970年代的越战末期的 我说慧正卿老师 泰老师 如果他还活着 我刚才说报告老师 泰老师 你讲的中国世界秩序 是讲美国世界秩序 你同意吗 我觉得同意 这样讲 我一直觉得朝共是半虚构的 朝共秩序是个半虚构 那流球人要到福州 结果飘到牡丹社 被原住民杀 这怎么没有朝共有啊 就是行为是有的 可是秩序还是 我们也就是说 有没有那个结构存在 我懂 就是行为是有的 那马格尔尼要 他就拒绝三跪九扣啊 是有这个礼仪啊 这个跟有贸易 跟有贸易体系不一样 我懂 贸易是个行为嘛 体系是个更广义的 你怎么 因为这个牵涉到中国世界秩序 跟外面的关系 Tributory System 你怎么解释朝共体系 其实今天 中国要求台湾人承认九二共识 或一中同表 一中各表 普通表都不管啊 难道不正是一种典型的 朝共体系吗 所以要我们磕头嘛 对不对 所以我刚 我们昨天就提到 就是说 我说现在的中国是像明朝 不是像清朝 我就说 所以 因为 他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就是 因为朝共体系如果存在 其实只存在 在明朝一个朝代而已 对 清朝是超了他 可是不认真 你同意吗 中方一直要求 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 然后否认一中各表 然后宴要一国两制 什么什么台湾解决方案 不正是传统的朝共体系吗 这就是政策下向的目的 政策下向的目的 就是这个目的 要各国来朝共 来克服 要再朝共 所以在明朝之前跟之后的朝共 都是 基本上是志愿行为 如果台湾哪个候选人 承认朝共体系 我会学孔子说的 明古而公之可也 对不 矮塞磕头 磕头叫三跪九跪 这是为什么马格尔尼 英国乔治国王派他去 为什么双方决裂原因 最后产生鸦片战争 用炮剑外交 怎么可以磕头呢 英国人拒绝 他最后也没有磕 最后是用单膝下跪而已 就是跟英国一模一样 对 但是最后结果就是鸦片战争 好了 我用枪炮给你弄就对了 当然台湾没有这个实力 当然我们熊红飞弹也误射过 人家说中方解释说你调坑 中方认为是我们故意的 阴谋论 我觉得应该不是 但是我说中方应该要解释 但调坑 回到你的这个冷战霸权秩序与两外交 那个主题是什么 请 主题其实我们在昨天大概也讲过 就说严格来说 从冷战以来到现在为止 以来为止的话 其实不管是我们或者是两岸关系 其实这个世界都是美国决定的 所以美国从冷战以来 是甚至当它有苏联在的时候 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个 就是说美苏的两极也是个虚构 因为苏联完完全全跟美国不对等 它完全不是美国对手 唯一只有在一个 一个就是 那匈牙利跟捷克的那个 那个支撑 布拉格支撑的这么解释 美方默认 那是默认 就是说因为你不是我的对手 可是不代表 就是因为说美国用围堵圈了一块地 强烈的事我不管 强烈的事我不管 强烈的事情 我觉得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 就是他把它圈在里面 那就像西柏林的柏林危机一样 对对对 他就是不让你西柏林陷落 是 这是我的地盘 他的反正总之美国 所以换句话说 从美苏人战从头到尾都是苏联被圈禁起来的概念 在圈禁起来的里面的话 随便你搞 对对对 所以这个雷根讲那句话 Mr.Kobachev Tale war down 是是是 哥巴切乎先生把围墙倒塌 就真的倒了 对对对 所以就像那个青少说 送中人府圈禁 就是把他圈禁起来 可是美国需要把苏联描绘成 描绘 我记忆把他 我事实上美国把他圈禁起来 可美国必须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对等敌人 就是以苏联为名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个中国唐代反正要养寇自重 是啊 你才有军会啊 养寇自重 对没错嘛 所以其实说老实话 美国养了变大灯很久 也是养寇自重 所以等到我觉得可以 你可以出手了 出手就把你出手 真的 所以你说美国早就宾拉登在哪里 早就卫星图就知道了 他早都知道 他只是说我 什么时候出手 我什么时候出手 我的获利率最大 那时间点 为什么欧巴马算好时间点 其实早就可以出手 因为卫星 你看啦 宾拉登晚上出来散步 空照图都知道是他的嘛 对不对 一个高个子 完全都知道 对不对 那出手时机 为什么 这时间点 为什么 因为当时欧巴马是真的认真考虑过 要从阿富汗撤军 认真考虑过 对 可是问题是 如果宾拉登还在 他不可能阿富汗撤军 他必须把宾拉登先干掉之后 把这个 美国出兵阿富汗 就是为了宾拉登 宾拉登只要还在 阿富汗就不能撤军 可是欧巴马 其实虽然他最后一直始终没有撤成 到现在还在 可是欧巴马是真的认真思考 我要从阿富汗撤军 可是前提是 宾拉登必须先不在 那先把宾拉登干掉的意义 就是 然后在三天内用那个 那个回仗 回教仪式 就是把他丢到海里面去 是 海仗 是啊 为什么 三天内把马上 其实就是 到底 搞不好早就干掉 只是做个仪式 做给大家 比较逼 应该不是啦 应该不是 只是说 因为宾拉 应该怎么想 说宾拉登是个棋子的概念 就是说 他结束这个东西 他为了解决阿富汗的问题 可是反过来 宾拉登在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 牧师里里面 他有他的影响力 所以你不能 不能乱搞他 他跟那个海山那些人不一样 不一样 他因为他这是有一些 我讲的好朋友爱偏 是 其实台湾很多CIA的agent 在活动 本来就是 你当然知道 你应该不是 我也不是 对我们都不是 我不是 我们有那个资格 主要一定要留学美国的 是 他会被吸收 而且要大学部的 研究生你还不找你 因为研究生已经经过养成教育 所以基本上 这样讲可能会少很多人 不过留美的话 很多人都被接触过 我是没被接触 因为我这个天生还国人家 我们这种大嘴巴 他不会接触 某位 某位CIA的人来接触 他讲一句话 我讲话负责任 我们不会让韩国裔当选 我说为什么 很简单 在印太策略里面 台湾这一块是不可能掉的 是 你同意吗 绝对同意 我讲话负责任 是 所以我早就知道谁会当选了 赌牌已经开了 那为什么美国还要找 韩国裔到美国商会 韩国裔先生立马帮帮忙 如果连美国商会 Chemper Comments跟美侨俱乐部 美国的格局分不清楚 人家给你看一看 你给你漏掉 你听不懂 然后连西装也不打 穿个衬衫 蓝衬衫还捡起来 人家说你给他赠孝 你看我觉得 韩国裔先生 连国际政治的利益都不懂 对不对 我是露一手 陈永宏教授给证明 哪个日本的首相敢说美军基地离开 没有三个位的首相有下台 你同意吗 没错 他讲过 其实日本 日本韩国跟台湾都是一样 都是美国的天空 都是美国的 对天空都是美国的 台北的天空 美国天空 罗大佑对不对 是啊 你讲太好了 所以我们 我实际上 美国说 都是美国说的算 美国说的算 到现在还是美国说的算 美国有个联系 美国有个联系 联系很久 谁是老板 谁是老板 在东亚 在东亚 到现在还是美国 现在是美国是老板 所以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老大哥是谁 美国 好 这是你的书名 冷战 霸权秩序 两岸外交 那美国所建构的 大权秩序 是什么 我们是只战后 不讲战前 其实要追溯的话 从19世纪末的海权论 马汉开始 罗素总统一路上 一路上 从这个古巴 然后到关岛 到塞班岛 到西班牙 这我们就不讲 不是不是 至少到 取代西班牙 来菲律宾 这不讲 那空权也一样 我未来会介绍 特别像张星人教授 介绍美国的空权 一个日本学者 在讲坛社的 世界史系列 讲美国历史 他说美国两次战争 都是跟空中有关 一个是珍珠港事件 一个是九一 宾拉登 我说他这个切入点太好了 美国人都不会想 日本人想到了 有道理吧 美国两次被侵略 是从空中来 因为他本土太遥远 于是叫空中 珍珠港事件 跟九一 世贸大楼 那海权论 我们不谈海权论 美国海权论 事实上在战后 就彻底建构 把太平洋变内湖 对不对 变成内海 不只太平洋 印度洋也是 印太策略 现在 因为美国以前是两洋策略 一个是太平洋 一个是大西洋 现在印度洋也是 现在开始 印太策略 对 所以以前美国不管印度洋 虽然有波斯湾 可是美国 它有一个基地 以前不管印度洋 印度洋一直有一个基地 对对对 所以他们是大西洋舰队跟太平洋舰队 那现在呢 现在开始进入印度洋了 所以印度洋 他们现在大概都有两艘航空母舰 为什么要有印太策略 为什么要有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长期的驻扫在印度洋 为什么 现在 其实 也 严格来说 它跟 跟中国是有关系的 三洋策略 中国在柬埔寨都要 港口 对不对 现在中国 中国的话 它拼命往印度洋 出去 包括从缅甸 从巴基斯坦 柬埔寨 对对对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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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做一个军港 柬埔寨是面对 那个什么 面对那个陷落湾的 对对 是右边的 右边的 对 就是那个缅甸 因为现在 是南海 他要想控制南海 所以缅甸是面对印度洋 还有一个港口 面对那个 对 另外的话就是巴基斯坦 所以美国为了防中 于是就在 两洋车列以外 多了一个印太车列 对 因为它往这边延伸 我一定要跟着你走 所以现在美国 面对中国一个 比较小小的麻烦 是它不能够 跟过去苏联一样 把它圈进起来 所以 但是中国有那个 海权实力吗 有吗 目前 他连辽宁号 都是乌克兰买的 是啊 然后他复制辽宁号 有那个战力吗 但目前是没有了 当是没有了 但目前是没有 不过 这个如果回到军事学 又比较复杂 因为航空母舰 说老实话 也只是一个 旗舰概念而已的 我不觉得现在有任何 包括现在中国大陆 可能已经有第二艘 据说他们要 要搞到十艘 可是我不认为 他们很认真思考 航空母舰 真正的军事用途 其实对 反过来对美国来说 也是一样的 美国也不真的认真思考 现在中方不是 已经研发 陆对海的那个 对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对以前 以前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军事的问题 比如小布希时代 小布希时代 美国最致力去发展 就是24小时的空军 所以他们 小布希他开始 从全球车去 就说我今天 可以让我的空军 就是不加油绕世界一圈 随时都在空中 对 就是第一个是 我不加油 就可以绕世界一圈 那第二个 如果说有需要 因为你可能蟬斗需要 我空中加油去补充就好了 所以美国事实上 是用大空军主义 就是刚讲那个空军的东西 那海军呢 对 海军基本上 还是很重要 是重要 可是海军主要是展示用 如果没有经过中土岛战役 雷尼泰湾战役 怎么可能打败日本 对不对 我是指海战 还是很重要 海战 海战当然是重要 是说在二战之后 反正军事角度来说 海军 海军 我懂 应该说人类所有决战 一定是陆战 对 没错 伊拉克阿富汗就离战 最后都是 所以海战永远都是辅助概念 你海战不管打再多都是辅助 这为什么美国不敢派兵到利比亚 到西里亚原因在这里 是啊 因为怕陷入越战尼浪 西里亚都离职 所以我还是有说 可是空战是可以辅助陆战 可是海战不能辅助陆战 没办法 所以空战跟陆战 所以像比如打伊拉克战争 美国实际上就是用空战结束之后 陆军只去扫地清战场而已 对 可是空战没有 可是你打完之后陆地 陆军来之后就扫战场 所以其实 韩战也罢 越战也罢 以后 几乎美国就再也不愿意卷入陆战的泥 对 尽量不愿意 所以你空军越强大 你空军机动性 我可以把你炸光之后 我走 反正我不留下东西 伊拉克战争就例子 就这个意思 可是伊拉克就是因为 美国派了太多陆军进去 才会有后续的问题 包括内球问题 对对 变成这个伊拉克战争 尼闹 那个会出现 如果美国只是打了就跑 美国后来也应该 伊拉克不会牵扯那么久 最有名就是在 辉州东北亚那个国家 苏玛利亚 对他就打了就跑 对对对 克林顿不愿意陷进去 打了就跑 其实 局势才有那个好电影 黑音计划 对 包括雅果计划 雅果出任务 也一样 很有趣 其实我们所谈就是 我们把片段的 不管历史或历史片段 重新建构 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冷战 霸权秩序 与两外外交 就整个全世界格局 然后美国世界秩序 在这里面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下的 台湾跟中欧关系 我们等一下就回来 是 谈这个你的书中的主题 是 马上回来 让书本与你唯有 让真理与你唯有 胡中信 每日一书 欢迎大家回到新闻大解读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 胡中信 今天新闻会课室的单元 连续两天 我邀请到中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的 蔡东杰教授 他除了教学研究之余 他博览群书 然后成一家之间 这一点我非常佩服 因为在我们的台湾学界的确不多 几乎可以说 如果他这样不断书 表示他至少每天至少要写5000字 5000字就五小时 你想想看一天至少坐在那边书坐五小时 那这也不多了 所以我们昨天介绍是他 的中国三部曲 第一部曲叫中华帝国 传统天下观与当代世界之戏 我们昨天做了论述 而且因为这本书并不是给学术界的人 很严谨看 是要给一般人看 所以他写得非常浅显 所以我跟他谈的时候也要尽量浅显 我当时休哥开玩笑 因为这样等一下 不然那个我们的听众说 你们要瞄转 瞄转就转掉 昨天谈第一部曲中华帝国 那他说第二部曲叫演义病 帝国之义 就是演义病的义 生了演义病的地 那你后面是不是要找香港的女孩子被打爆 蛮有创意的 你就用那张 用左手遮着眼睛的 蛮有创意的 今天 所以第二讲 他说明年才会出 我们就等 恭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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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拜读 你知道什么叫拜读吗 拜而读之 今天谈 先谈第三部曲 冷战霸前秩序于两岸外交 蔡冬节 菜 蔡总统蔡 东 东边东 杰 这个杰是木下面四个水 周杰伦的杰 周杰伦才知道 不然人家英雄豪杰又不一样 李廉杰嘛 李廉杰 好啦 你讲到周董就要讲 听妈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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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这两本书 听妈妈的话 冷战霸前秩序于两岸 外交都是有软软书 所以你今晚上 记得到伯克莱去 等一下 这边听着伯克莱 蔡冬节 蔡 蔡总的蔡 东边的东 杰 周杰伦的杰 然后他这两本书 我觉得你现在就直接订购 伯克莱明年 过两三天就到小七去买了 好 这本书有你的框架 老师请 就刚刚跟霍大哥报告 就是说 其实让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有偶尔会忘记了 就是我们在看两岸关系的事 两岸关系对我们来说 是最重要的关系 可是我们一直会一直盯着北京看 也对了 也对 可是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 很多绝大多数事情 北京也做不了主 还是美国 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 很多的 至少说很多的发展 还是由美国来主导 所以是美国在制定游戏规则 它的制定游戏规则 到目前为止还是 还是 可是当然 中国的崛起 我们这几年应该这样讲 就是因为我一直 我不太喜欢讲中国觉醒 因为它只是一个孤独性现象 可是它这个现象 当然会让美国 已经解析 已经解析30年了 对啊 所以为什么 40年了 1979到现在 1978改变台湾 所以欧巴马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从美亚洲 从欧巴马开始到现在 美国应该说 从美国开国以来吧 或者近代以来 美国第一次把中国当敌人 认真的把中国当敌人 什么时候开始 大约 其实应该从欧巴马之后才开始 那在那个之前应该 有啊 谁是去中国 1950年代爱生豪啊 所有的China Lobby啊 也可以算啊 Hulu's China就开始了 可是那个中国 那时候主要是苏联 对那时候那时候还是苏联啊 从冷战以来 美国的敌人 一直都是设定是苏联 哪怕Nixon也是要抓中国 打苏联嘛 可是也不一直都是苏联啊 对其实比如说经济好了 其实美国 现在美国所有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概念 在1980年代都是对日本 所以 拖拉拖拉拖拉 对对对 日本人是来的 所以当时事实上美国 在比如1980年代 日美贸易谈判 当时的美国事实上有流行句话 就是日本可能会把美国买下来 因为1980年代 我在美国 在洛杉矶 洛杉矶市区的那些主要建筑 通通是日本人买的 连最大的换店 因为洛杉矶最有名的换店 都被日本人买去 不要讲那些 美国人走到死了 结果结果日本人节节败退 对啊 很像珍珠港事件 对对对对 为什么 对对日本 我觉得这个也是日本的整个经济规模的问题 对日本整个 虽然说他的能力是蛮强的 可是日本的对外的扩张性 其实不太够 我可以讲其中原因之一吗 是可以了 日本人买了很多的美国房地产 忘掉了美国房地产 税很贵 百分之十 你假设 你买一家住一千万 你假设一年 你缴一百万 你就出到回家 其实因为 我是因为在美国待过 所以要很痛苦的 敲了房屋 房屋税 百分之十 房子不贵税很贵 所以日本以为我都买了 忘掉房地产税 百分之十 你知道美国的税多少吗 不是 房屋税多少 房屋税百分之十 你上班族你知道交多少吗 因为我亲戚在美国 你知道多少 你大概说一下 他们也有累计 因为我的年轻辈 算我子弟姊妹辈的 你知道多少吗 就是大概三十岁 你知道多少 你说个数目 二十 百分之三十五 不要笑 所以大家要投球 是啊 我们说科到二十 都是还赚钱还不少的 一般大概都十几而已 台湾一般没有那么高 跟教授报告 我是百分之三十五 是 当然 这是国家机密 你把它露出来了 其实对很多上班族不公平 稍微收入 稍微好一点都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我有相对剥夺感 因为我自由媒体人 没笔都要教 走不去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 上班族大概多少 军工教教授他多少 睡着多少 一般大概十八左右 那你也很高兴 因为我是自由媒体人 自由媒体人 因为我没有公司 要自己交 都报名三十五 一般是二十五 差不多 差不多 自由媒体人 你不要高兴 你以为收了一百块 四十三十五岁 要缴税的 还有二代 健保 补充保费 又剥一层皮 所以 加加钱也超报名四十 台湾税也不便宜 对 这几年 可是政府不是在推减税吗 政府操征六千六百亿 所以 我说 当日本人 去美国大肆买房地产 忘掉了美国的 property tax 房地产税 贵三三 日本都失算了 不过当时 日本企业 在美国 是弄美国经历干 以前有个美国 还不 好莱坞有个片 叫黑 black run 它是迈克道格拉斯演的 他就是演这个 就是演那个 就演日本对 美国对日本企业 不断在美国 并购的一种反弹 所以当时 1980年在美国 是锁定日本 那现在有听到 日本人在美国自残吗 没有 现在没有 赎口糟糕了 因为日本已经进入 后来就失落二十年了 平成三十年 对 这个叫平成 所以 所以美国那时候 就是广场协定 1985年 就一直把它干掉 我为什么谭志伦 中美贸易战 如果从你的 冷战 霸钱秩序 两万外交 那按照张锡成教授 说会输给你 你认为怎样 谁呀 中美贸易战 我们就以这个最现实力 来解释你这个书名 我觉得现在 我比较 持终 我觉得应该是平手 但是中国是以托待变 等到明年川普 不要连任吧 川普应该会连任 川普是会连任 我不敢讲 这个我比较确定 川普应该会连任 因为林中铭教授 有分析三个正面因素 负面因素 说川普不一定连任 基本上川普 应该会 应该是会 因为 因为有一个因素 哪个总统 让失业率越低 最容易连任 你同意吗 也是 现在是创战后以来的 失业率之新低 不过选举的时候 看对手 目前民主党 民主党也推不出对手 有啦 70回拜登 拜登其实不算对手 只是在民主党里面 还有一个滑轮 还有一个比较激进的 桑德斯 桑德斯 所以 所以应该 总之那个 他会连任下去 有一个Andrew Young 杨泽安不错 他是民主党第六名 现在第六名 对 在民主党内部第六名 第六到第八 差不多了 他很有 他很有税务力 他说未来都要AI 人工智慧 所以他做总统 每个人 每个月 只要你是成人18岁以上 花一千美金 我要投 你如果一个月花三万块 我给你挡 是 这有道理 为了让AI来做人工智慧 每个人躺在那边 每个月拿三万块 所以怪不得他马上冲到第六名 但是我认为他是 如果这样 未来选参议员或选州长 是有希望的 应该有啦 应该有希望 选总统不容易啦 选总统是不容易啦 那个是太大 欧巴马是一个例外啦 例外 而且他是黑白混血 但是亚裔要做总统 可能怕在我有生之前 看不到 欧巴马 他的运气好 因为他 那对手是希拉蕊 就是当时的美国人很糾葛 就是要选 这个女人还是黑人 你讲太好了 美国人选着黑人 他至少是个男人 你讲得好 其实 美国建国两百多年 第一个民主国家 到现在为止 连一个正户总统 是女性都没有 我特别注意到 你讲其实很好 在男人跟女人之间 或是女人跟黑人之间 他最后选择还是男人 还是黑人没关系 至少 我说他至少是男人 所以 所以这个 美国的性美歧 其实是远高于种族歧视 所以希拉蕊 所以现在天花板 打个裂缝 其实没努影啦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亚洲国家 比他进步很多 其实像亚洲国家 除了日本之外 日本也还没有 台湾的执政县市 一半超过女性 是啊 我是执政县市 其实应该在 总统也是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大概只剩下 中国跟日本 没有女性领导人 其他大概都有过了 日本有啦 几乎那个 社会党党归 差不多几乎 但后来没有做到 没有 所以如果像 比如往南的话 东南亚每个国家 像每个国家 都有女性领导人 像比如像新加坡 现在的总统是女的 他虽然说 我们都看新加坡总理 那那个澳洲 西兰都女总理了 太多了 那欧洲太多了 我就说整个东亚地区 只剩下 日本跟中国 没有 还有啦 北韩啦 北韩啦 对 还有北韩 对对 别人都把他忘记 不忘北韩 好 回到你的这个架构 是 等于是延续你的中华帝国传统 然后现在把中华帝国放在世界秩序 你要说什么 对 现在就是 我们既要了解过去的中国 怎么影响现在的中国 也要了解现在的中国 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对 所以国家跟人一样啦 就是我们都不能够想干嘛就干嘛 我们都当主观很重要 可是很多的客观会影响我们 我们的过去的历史 是那个很重要的客观 我们现在有面对的问题 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客观 所以从过去过来 从两 从不管是两千年或是四百年 第一步跟第二步 要看的是过去的中国那种东西 怎么影响现在的中国 可是现在第三步是最重要的 是现在的中国 走去面对美国 不管是压制或者围堵 或者是挑战 我懂意思 其实你谈帝国 我认为人类历史上 只有真正三个帝国 罗马帝国 是 我说世界性的 世界性 第一个罗马帝国 没有错吧 至少在那个地中 第二个是大英帝国 日不落国 第三个帝国 就大美帝国 就是 所有的航空母舰战斗星 遍布三大洋 你同意吗 你当然可以缓驳 因为我的定义可能跟那个定义不太一样 所以我的定义 American century 我说是美国世纪 是美国世纪 亨利鲁斯所说的American century 所以在我的定义当中 美国跟英国是霸权 所以他们离美国 所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小布希 小布希就是搞帝国主 他搞美国 美国新帝国主 他不经过联合国 同意就打伊拉克 所以当时的美国很清楚知道 我不是帝国 所以我要变成帝国 所以当时在 他应该是一个准帝国 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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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2000年的时候的话 其实美国的学术界 尤其是那个信保守派 有非常多的书都是谈到 American as empire How American as empire 就美国是想变成帝国 他不会想说占领军 像是这样找个印度来执行 他不会 其实 唯一有一个就费力宾 唯一执行 就费力宾而已 而且之前提到说 他只能把苏联圈禁起来 代表一种限制 他既是能力也是限制 我如果是帝国 他就不用圈禁他 把他压制就好了 那回到你主题 霸权美国 怎么对付一个中华帝国的 应该这样讲吧 既你昨天说的 秦汉 隋唐 明 我们说明清 我们就明清一提 明清一提 秦汉 隋唐 明清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当代的中华帝国 这两个一个霸权 跟一个传统 中原王朝式帝国 他们互动会怎么样 来 做结论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的话 当然过去对他影响很大 所以很多人来讲 过去的中国的话 第一个 他永远把目光放在国内 这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 内向性的 但即使是帝国 他还是内向 更况现在的中国 并不是帝国 所以内政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的揣摇是对的 可是离崩溃还有一段距离 第二个的话是 目前中国 在所面对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的挑战 因为现在 当然中国还不足以挑战 美国霸权 可是问题是美国 把中国视为美国霸权的挑战来源 修西迪德斯陷阱 就是说事实上中国还不够格 可是美国把你当作是 他主观认定 你同意这个论述吗 修西迪德斯 阿里森所做的修西迪德斯陷阱 你同意这个论述吗 其实我不完全同意 修西迪德斯陷阱的话 那本书里面提出 大概有好几个历史证据 大概一半以上都不成立 尤其是美苏冷战这一块 因为他没办法解释 如果今天美中是会爆发 美苏早就爆发战争了 但是美中不战争贸易战 汇率战 科技战 所以我一半也不反对 因为如果他指的那种修西迪德 陷阱只是传统安全 那是不会爆发 可是经济战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 蔡东杰教授 我非常佩服 一位外交政治学者 能够做这种宏观历史认述在台湾 我希望对我们的台湾历史 学决一个启发 我再强调一下 不要只写埃及艳后的历史 也不要写说比目鱼的性生活 要放大 拜托你放大 眼光放远一点 放眼世界 全球化 但是全球观点地方行动 对 还要关心我们自己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scenario thinking philosophical thinking 还是要地方行动 这两本书 我们当然期待第三本 这个中华帝国的之义 义是演艺病的义 那个义 我这个很难写 那个义 就比换很多 有义字 下面这几个义字 这三部曲 想对我们的当代的台湾人 乐听大众或人民或公民 想了解世界者 你希望透过这三部曲 想传达什么 信息 做结论 请 就是要真正认真 客观的去了解中国 这对台湾的未来 绝对是至关重要 就这样子 问题是正如一个美国人 所写的 那黄仁义教授 他第一本书叫做 中国是一个不神秘国家 结果那个耶鲁大姐 阿斯莱说这本书不出版 好笑吧 是啊 所以我们对中国 他也是神秘国度耶 所以不要自以为 就不知为不知 对 不要自以为知 这是很危险 我们对中国 你不觉得我们都是像那个 虾子摸象一样吗 是啊 说还没开始 很多人 我也承认我对中国是虾子摸象 很多人 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主观认定 哪个人说他绝对中国通 我都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们自己也都不是啦 都努力中 我也摸到那只脚而已 你摸到鼻子了 因为这种态度才对 是啊 好三部曲 中国三部曲 中华帝国 以及第三部 冷战霸权秩序 两个外交 我非常期许 恭候跟拜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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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胡大哥 非常精彩 冬杰兄的学养一流 而且很热忱 如果他的学生 像我这样问的话 那我会佩服他的学生 你六个学生没有 很想要有的 我来做一个学生好了 不敢 教学相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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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